各位咱们今天帝王将相的系列 跟大家分享的是北魏孝文帝 应该说北魏孝文帝在中国历史上 是很有影响的一个皇帝 可是他在民间的知名度却比较低 所以一开始一直就想讲这个皇帝 但是考虑到有没有人能听啊 所以就一直不敢推出这个皇帝 后来这秦王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汉 一代天骄指示弯弓射大雕丹都讲完了 最后终于把这个很有争议的一个人物推出来了 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相关的背景 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北魏这个朝代 他存在的时间 北魏孝文帝生于公元467年10月13日 死于499年4月26日 只活了32岁 虚岁33岁 周岁32岁 那么他所在的朝代北魏 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 汉朝大家都知道了 汉民族得名的来源 中国的主体民族为什么叫汉人 最开始这个名字是汉朝之人的意思 但汉朝灭亡之后 这个名字一直宴席下来了 变成对这个族群的一个称呼了 汉王朝瓦解之后 中国进入一个分裂时期 最开始分裂成三个国家 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历史 因为有三国演义 这一段历史都很熟悉 魏属三国 三国之后被西晋统一 我们讲这一段中国的分裂时期 长达400年的分裂时期 我们叫三国两进南北朝 先是三国 然后西晋重新统一了中国 但是西晋统一的时间非常非常短暂 一共只有三十多年 就再一次分裂了 那么这一次分裂有一点特殊的原因 我们看这幅图 西晋的地图 在北部它画出了很多的阴影 很多不同的图例 表现的是 这个地区在当时都是少数民族居住区 西晋统一中国之后 北方黄河流域存在着大量的少数民族 其中比较重要的人数比较多的是五个 我们习惯上称五湖 就是匈奴 这五个我们称为五湖 当时都居住在黄河流域 西晋没有能很好的处理民族关系 后来导致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原 在黄河流域纷纷建立自己的国家 建立自己的政权 然后西晋又崩溃了 晋王朝南迁 立国于江南 这个就是东晋 晋王朝立国于江南的时候 北方出现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建立的小王朝 时间都比较短 加上汉族的割据政权 前后黄河流域 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 就出现了16个小国 因此这个时期我们叫五湖十六国 具体是哪16个国家 连历史专业的学生都说不太清楚 存在的时间很短 往往几十年一个 几十年一个 有一位历史学家 用了一个比较搞笑的形容 就是突然间来一帮子人 树立了皇帝 封邪帝王将相 大家还没搞明白咋回事的时候 稀了花达又没了 就五湖十六国 就这么一个状态 连历史专业本科生也不见得 能把这十六国的名字说全 我们系有一次 一位教授上课提问 问我们本科班 本科学生这个班 十六国哪十六个 全班学生一起凑 没凑够十六个 所以我们也没必要讲了 连历史科班出身的 也不见得能记住这十六个是啥 但总之是有五个少数民族 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很多政权 这叫东晋五湖十六国 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混乱的时代 然后接下来 就是孝文帝所在的朝代出现了 他的国号叫魏 但三国时期魏属 那也有个魏呀 为了把这两个魏区别开 我们把三国时期的那个魏叫曹魏 为啥叫曹魏 皇上姓曹 曹操的后代 所以那个魏叫曹魏 这个魏叫北魏 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 但是他没有统一中国 南方在东晋之后 先后出现四个小朝代 宋七良辰 合起来叫南朝 北魏叫北朝 这个时期中国是南北对峙的 一直到后来隋朝出现了 重新统一中国 所以从汉朝崩溃到隋朝建立 这中间将近四百年 中国处于分裂时期 而我们现在涉及的这个北魏朝廷呢 就是分裂时期的后期了 跟南朝对峙的北朝 所以称为北魏 这是北魏建立的时候的地图 南朝宋七良辰第一个宋 这个叫南朝宋 和后来那个宋你得区别开 中国古代这个朝代经常果号是一样 然后为了区别我们就得加点定义 这个宋叫南朝宋 后来我们还出过北宋南宋 北宋我们以前讲过 开国皇帝赵旷印我们讲过 把北宋古德皇那个皇帝 宋徽宗我们也讲过 那么南宋开国就是赵沟 尼玛杜康王那个赵沟 那个叫北宋南宋 那么这个宋呢 我们叫南朝宋 以示区别 北魏和南宋对立 所以他称北朝 北魏也叫北朝 孝文帝就是这个北魏的皇帝 我们需要提出一点 北魏的统治者不是汉人 是显卑人 显卑这个民族发源于大兴安岭 他的一支拓拔显卑 最开始起源于大兴安岭北路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 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 阿里河那一带 嘎仙洞那一带 那是他原居住地 后来从这里辗转南迁 进入中原 后来建立了北朝 统一了黄河流域 北魏的统治民族是显卑人 这是我们现在要有的一个历史背景 历史背景 历史背景 那我们现在要有的东西